千万不要买问界M9的三大理由 尤其是第三条 第一条 千万不要开问界M9上高速 不然你的驾驶证分12分都不够扣 还没怎么踩就已经超数了 伪装了 第二 就是它的辅助驾驶体验 会让你感觉完全失去了开车的意义 完全交给问界就可以了 不会像开以前的车子开个几百公里高速长途 累得疼狗 腰酸背痛 问界啊 问界 到底是我开车还是车开我呀 第三条 大家尤其要记住 就是让很多BBA奔驰宝马的车主 心甘情愿卖掉了自己的车子 然后去换了问界M9 你说傻不傻吧 问界M9再好 能好过BBA吗 反正我是想不透 太傻了 而且经常有人说 买个问界M9开个三五年 一点都不保值 贬得连毛都不剩了 哪有BBA保值呢 我告诉你 开问界M9的人群 他压根都不会考虑保值 这一说 人家再买问界M9都是家里好几部车子了 都是BBA开购的了 买问界M9是为了再次提升出行的品质 还有他的车身安全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要比沃尔沃做的更加优秀 是为了享受生活 就像一个高档豪华移动的家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